马英九周末夜指导绿营票仓大台南区 与立法委员的参选人从同台造势 共同举办大台南团结之夜 希望监困选区能够一军突起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24号指导绿营票仓大台南 率领国民党大台南各选区的立法委员参选人 举办大台南团结之夜 兄弟同心扛扁担 将我们台湾扛上国际的大舞台 现场动员了上千名的支持者高呼当选口号 但马英九到场的前一刻突然有人丢弹壳 随后绷紧神经 不过马英九致辞时神情镇定 继续为子弟兵加油打气 我们之前的过年对我们台南区没有什么状态 我之前三年大家看 我们民党不论是台港还是台南的地方都开放了 马英九尽力讲台语 借此希望跟民众拉近距离 毕竟台南是最艰困的选区 马屋必须要再更努力 2008年马萧佩在原台南市是赢了6000多票 在台南县则是输了77000多票 因此国民党在大台南的地区 今年是祭出了两票策略 希望能够在台南市多赢一张 在台南县少输一张 希望力求这个艰困雪军能够一军突起 二百位是中双杨德成台南报道